所以我就是機不得 因為後來他就在信裡面說 那我們讓張毅在5月9號 我說 張毅 張毅 我說原來我可以跟 張毅平起平坐 完蛋了 那我一定不能輸 這邊就是你的 變裝之地 是我的半公主啊 AKA變裝之地 會不會開啟我變裝之路啊 我會長你的聲音 不會 對呀 我們不懂風格 你這樣功夫很強欸 哇 傳說中的頂樓來了 我會習慣在辦公室上班之前 就會想說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UG 哈囉 大家好 我是UG 你最近在IG上面非常紅欸 不好意思這麼說 但是聲量有點奇怪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在分享你的創作啊 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紹 因為可能還有人沒看過 你就是在IG是幹嘛的 我在IG上面就是會 脫衣服 的確喔 要先脫衣服才能穿衣服 我會習慣在來辦公室上班之前 就先脫衣服 然後換上我想要變裝的對象衣服 所以我都自稱我就是 有創意的變裝民眾 這樣算變裝皇后類似的東西嗎 可能有點不像 但是我會做這些事情 其實遠遠也是因為 認識了很多變裝皇后 中間也有去 他們鼓勵我去參加 變裝皇后的比賽 然後就等於是 也有某種程度 就是在比賽上面有出道 但是後來我發現 變裝皇后的生活 就是跟我比較 不一樣 對因為我本身主業在電影行銷公司 你在電影 對在電影發行公司做行銷 可是我是一個 朝時晚期的上班 朝時晚期 對然後 然後變裝皇后主要的工作時性 都是晚上半夜 對然後因為我 加上我跟家人住 所以我那些變裝東西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是 那你變裝東西都躺哪裡啊 換公司 哈哈 那老闆知道嗎 老闆知道啊 就是我的位子後面的空間 都是我放化妝品的地方 然後就是一個就是 我沒有辦法像 真的變裝皇后 這樣子這麼長的晚上出去表演 我就想說 那我就可能 變裝皇后的這個風格 可能不是那麼適合我 就換一個方向 對 因為剛好就是我覺得 變裝這件事還是有趣的 但是沒有一定要 變裝到 跟變裝皇后一樣 這麼精緻 這麼精緻 對啊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有點太難 我沒有辦法花那麼多心力 做這件事 然後讓我發現 其實我可以反而用 變裝的這個技巧 然後去變成 比如說我在新聞世界裡面 看到的一些主角 或是 最近上映的電影裡面的一些角色 或是一些歌手 欸那反而跟你的工作 本業是有結合的對不對 對 放公司拿廣告 沒錯因為我就是想說 我都會用公司空間做這些事情 偶然是要推到我們家自己的電影 那你最紅的角色大家一開始看到 像我啦 我自己看到的是白玲 你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吧 對 你那時候算是進場 算是早 算早的是不是 白玲是真的 真的讓我被很多人轉貼的 在更早之前一點點 我就是 在去年三級景點 Word from Hong 我是每天在家 做比較更簡單一點的變裝 嗯 然後每天的主題就是 我想要給自己一點儀式感 哦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你才開始做這個設計 就變得比較固定在做 後來在三級景點結束之後 回來公司上班嘛 然後 因為我們公司頂樓 本來就很漂亮 然後我就是之前是 上班前會花15分鐘去頂樓日曬 哦 所以你 原本是先從 沒有 我是先從日曬 然後發現 欸這個地方只做日曬 然後我浪費 開始陸續 比如說一個禮拜 也會變一兩次 那現在變的是 一個禮拜我是用 不要超過三次 哈哈 那我看你最近很常上啊 對 因為後來就是變成是 已經也是也是架心就熟 然後因為我的變裝的內容 都是 最近當下流行 或是發展類的 我有看到殭屍 欸那個化妝其實很厲害欸 其實也很偷吃褲 因為像我 早上變妝的 我通常都不會化底妝 哦 就直接化妝 我化眼睛 然後化我的修容 所以其實皮膚都在很自然的狀態 因為我的變妝有一個和 相對 比大家 有趣一點的特色 是我會合成我自己 就比如說我可以一直扮兩個角色 哦我知道 像之前那個九天玄女 跟那個 跟誘人的那個 對對對 你就是自己合對不對 我就是自己合成 所以我好奇的是 你是只有自己一個人做這些事情嗎 對 有辦法化妝 然後想點子 然後去找衣服 然後拍照 修圖 那那些衣服 你都去哪裡找啊 其實很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衣服 因為我覺得我的變妝 會讓大家覺得有趣的地方 是我就會用一些平常的 一般人會用的一些東西 或是衣服 然後去拼湊 因為我本身是客家人 很接見 我就是很省 就是會把各式各樣都拼在一起 像舉白鈴來說 典禮的直播一出來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要不要扮白鈴 然後我一開始想說 怎麼可能 想會有這種衣服 對啊 怎麼會有這種 一般人不會有這種 只有一半的衣服啊 沒有沒有 但我後來就是越想越不甘心 因為我是一個機不得的人 然後就一直看那個 就是禮拜天的睡前 看那個照片 然後說 不行我沒有弄我睡不著 對我沒有弄我睡不著 我在想 你現在到底有什麼辦法 可以變出那個衣服 然後白鈴不是有一個紅色筆記 然後我就想說 我沒有紅色筆記 我也不能去偷男媽媽的內衣 然後我就是去買那種 比如說 文具店會賣那種 會黏的那種泡棉 我就把它剪一個 它不是布 不是 而且就是黏一半 後面是空的 所以你可能前面是完整 但後面是都不是 後面是大手刮 所以要是我在電梯裡面 遇到同樓層的住戶 要是那天我的造型 是衣服避體 我都會退到最後面 因為可以屁股之後 穿內褲這樣嗎 對 真的很厲害 你那些衣服 我都覺得說 你怎麼做得出來 但我是有看你限動 你好像是有些衣服 是會回收再利用對不對 對對對 就變成是之前 哪個角色用過 然後我都會繼續留著 像那個皮卡丘 皮卡丘 皮卡丘 然後跟美倫明洪 跟徐佳穎 我有一件 之前在日本東京 然後去逛二手店 買了一件黃色大衣 然後就說 一般人不會穿個黃色大衣吧 但是就覺得 好像蠻適合我的活潑個性 說不定 說不定 就在我未來的變裝生涯裡面 派上多次用 而且還用三次 對 我還有看到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王若霖的 那個MV 那個也是 都是你自己拍的嗎 那個就是 請我攝影師朋友幫我拍 等於是Sony Music 他們那邊 因為自己看了我很多 有的沒得網路上的作品 王若霖跟Joan爸爸發了一首 翻唱馬甘娜的Material歌 然後就寄了信來問我說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跟你合作 然後說天啊好開心 就是有 就是 有業配 對 那也是我覺得有好玩的業配 其實因為我也很喜歡王若霖跟Joan爸爸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應該也不用太複雜 就是簡單的做 但是你做的很複雜啊 你整個MV整個架構都超厲害 跟真的一樣耶 我跟你說 因為我就是機不得 因為後來他就在Sig裡面說 我們要談那個牌 就是發文的時間 你的話你可不可以訂5月8號 那我們讓張藝在5月9號 好說 張藝 張藝 我說原來我可以跟 張藝平起平坐 然後說完蛋了 那我一定不能輸 要超越他 一定要使勁渾身結束 就收購了這麼多道具服裝之後 然後就請朋友幫我長進 因為我會用到天台 然後讓我想出一些外景 所以在東區附近拍一拍 那你就穿著襲袍在東區走 有笑到小朋友嗎 好像還好 我覺得 台北人都見外服 好像是耶 那還有一個 就是我看到你最近也是有那個聯名 就是青蛇那個 就是端午節 對對對 那個發想是怎麼來的啊 這個發想就是 因為我 除了自己變裝之外 我就覺得好像有一些變裝是可以找別人來合作 然後這個其實最早是去年 我生日十月的時候 我就找了 健身教練Patrick 就是我見我身邊有一些 也是很有才華 然後也很 帥 有些朋友 就是跟我 本身的 粉絲可能 群眾不太一樣的朋友 那不然就一起來 合作看看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 小丑女 然後去年是自殺突擊隊 第二集上映 那我就要辦我的小丑女 我就請她辦那個 其中一個角色叫Rick Flag 然後我們就是一起去送一些另外的拍 這樣 那時候我沒有辦的 喔 對 我剛剛都沒有注意到欸 對 你還印出來是要賣是不是 對 我就送個Patrick 所以我就只要做個紀念 所以一開始是這一個東西先出來 對 然後其實出來 效果我覺得還OK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這樣的跨界合作 所以就今年的時候 就剛好因為跟我一起拍 青蛇的是邱維銘 因為呢我跟她的淵源是因為我們以前高中就是學長學 蛤 就這麼多年後終於又相認了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緣分 我覺得感覺好像可以在一起玩些什麼 然後我覺得邱維銘的形象是走那種很正派 對 正氣凌然 好像跟法海 我覺得你找他拍真的非常的適 他真的就是那個形象 對然後我就跟他提說 欸那不然我們就是一起拍青蛇這個計畫 就丟很多reference給他 但我覺得好玩啊 因為就是跟朋友一起做 然後彼此都有不同的學習的經驗 對 你之後還會再想跟其他很帥的帥哥合作嗎 我覺得可以保持開放 心態很帥的帥哥很美的美女 或是 很帥的帥哥 很帥的帥哥 對 對我覺得都可以 我覺得都可以合作 那你的靈感是什麼啊 因為我剛有說到我工作是做 電影發行公司的行銷 所以我平常也是在電影公司當小編 然後所以我很習慣就是會一直看各種知識 然後去跟我們家自己的片做結合 有我看到你一個新的 就是那個亞馬遜女生 對 欸我是不是剛剛很緊 對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對那個超煩的 就你就馬上跟上了 又加上呢 我去做雷射 我的臉的泛紅跟那個主角的臉有 有一點像 我說天啊我都不用再化特效化妝了 我直接素顏 對我就是很喜歡看電影 欸我身邊的朋友都會知道我本來就是 很喜歡看十四想哏的人 嗯 然後後來我就是 從工作上我把它轉移到 把它移到我變裝上 嗯 那時候我看到什麼新聞覺得有趣 我就會立刻把它當作我變裝的素材 那你會不會有沒有靈感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在新聞業 可是你知道新聞有時候過久 可能有一兩個禮拜 可能是沒有什麼事 就像 Peaceful的 對對對 我們就說新裝會有些存檔 比如說 哈哈要存檔 比如說人家動漫就是會一直演嘛 就比如說像我有一次那個禮拜就沒什麼新的哏 然後我想說剛好那時候應該是 咒術迴戰一直都被熱戀的討論 然後那個討論的時程很長 然後我就來辦一下裡面的狗犬的學長好了 我身邊朋友就去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去辦那個 健典生家酒的阿米亞 我說 沒關係我們慢慢來 十四哏是不是流量很多 平常比較高啊 沒錯 因為我覺得呢 有時候大家會一窩蜂衝過來看 就是因為他們會覺得 你怎麼這麼快 喔對我必須要說你真的速度很快 比如說我今天可能早上才看到這件事情 有人開始在貼 對 你下午就出現 或是隔天就出現了耶 刷屎相信這些東西 就真的蠻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現代人 就是有個通病 因為就是現在資訊太多了 嗯 然後就變成是你現在 要是錯過了 你後面就是在討論 他會變得立刻過世 喔 其實我在變裝上其實 會比較大一點點的壓力 就在這件事 喔 那會變成是你很敢嗎 就會覺得 我能夠做得來的我就做 我也不會硬力自己做 可是我不要說徐佳穎那個你有跳舞 所以你本來就會跳舞嗎 對其實是 因為你真的多才多藝還會跳舞耶 其實不瞞你說 其實我是一個老藝人 哈哈哈哈 因為我當年2010年十幾年前 就因為跳少女時代的舞 就是除導 不是很除導 就是youtuber還沒有變youtuber的時候 的youtuber 對喔 還甚至因為跳少女時代舞 然後就去韓國 跟少女時代同台 啊 好厲害喔 就是一個過往的回憶 啊 是全世界一定來見過的 是譯社群眾 diss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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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articipating 所以其實最近 因為就是變裝 突然又有人來看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你知道嗎YouTube 我是看您的跳舞影片 長知居大哥 這句話好過敮哦 沒關係 我就是資深藝人 然後閒於翻身 蠻開心 那你為什麼會喜歡跳舞 就是因為本來就是 很喜歡律動的感覺 而已 然後其實除了跳舞之外 其實我也很喜歡唱歌演戲 因為小時候很想當藝人 嗯 小時候 但後來就是長大發現就是要變身之後 然後變胖之後 就這樣很遠 然後就變成是乖乖當個上班族 但說不知就是因為 內心的表演欲還在 還在 然後以及就是做了這麼多 自己治癒的事情之後 就很多機會就跟著來 包含是 我要在今年8月5號到7號的時候 在華山的烏美劇院裡面 演一個繪本改變的舞台劇 是舞台劇 對對對 國王與國王 嗯 那那邊是演主角嗎 我是演 女主角還是男主角 媽媽 又是媽媽 我非常就是一輩子的媽媽 你會不會被定型成媽媽的角色啊 就跟那個 王彩華 王彩華之類一樣 王智媽媽 我覺得沒關係 我覺得有機會來得好 我不設計 然後在故事裡面就在講說 婚姻平權然後性別多遠那個故事 然後他們本來是想要找我一個朋友 是在做劇場服裝的 嗯 他叫做夢蘭嬌 那因為夢蘭嬌想說他要專心做衣服 所以他就問我 喔 所以你就得到這個機會 對 而且其實本來去年就要演的 因為疫情 對 因為疫情所以等於是 一直往後演 往後演到今年 但我覺得蠻好 就是一個對的時機點 因為我就是 現在紅了 不好意思 現在比較有可能多推一些票 我就覺得在這個時間點去 演出這個角色蠻好的 那現在還有在售票嗎 那還在售票嗎 那還在售票嗎 對 大家都可以上網去查 國王與國王 然後華山親子表役者 嗯 大家可以去參加一下 看一下你的表演 沒錯 我就是不僅跳舞 還會一邊唱歌 一邊演戲 你就多才多藝啊 而且唱高跟鞋跳舞 所以你現在就是越接越多東西啊 但我覺得都是好的 就是各種良緣啊 因為都是你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跟你說你也是很開心 在做這些事情對不對 沒錯 其實很忙很累 就少一點點 那你常常變妝的地方 就是在你們公司樓上的頂樓對不對 對 大家都很好奇那個神秘的地帶 就是很像Apen公司的那種神秘游泳師 對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去參觀吧 沒問題 而且你既然都提出這個要求 那是不是你也要就是變妝一下 你說我試看看變妝嗎 你說讓你感受一下 我每天找到變妝的感覺 欸好 今天那個過程對不對 沒錯 那你是要把你的衣服借我嗎 可以 我想應該會變得oversize 那我們可以看看要穿什麼衣服比較好 好 所以這邊就是你的 變妝基地 這是我的辦公桌啊 AKA變妝基地 全部都是很多衣服欸 欸超多的 有報具啊 那你有想要拿什麼給我穿嗎 我覺得我們簡單就好了 你不用拿太複雜的東西 而且我有個疑問 你桌上這麼多東西 請問是要怎麼辦公 有啦這一區啊 店長 對你看我本身很喜歡美少女戰士 欸你好多喔 包含變妝過的Pan Patrick 嗯 然後有像 維銘都在我身邊 哈哈 欸我覺得你可以出明信片欸 穿那個蠟的好了啦 這是什麼啊 上禮拜去海尼根的派對 出新車買的 對你還有海尼根欸 穿得很厲害欸 這件是蠻辣的 而且其實這可以變綠key欸 對可以 我整個變透明 對 這是988同款旗袍 我這旗袍也蠻狠的 我這旗袍也蠻狠的 你看你要不要自己旗袍 其實你看這就是我 手工自己縫的那個 也不是縫用別針別的荷葉布 那好厲害喔 你還自己縫衣服 就用別針喔 好那我們就穿這個好了 起跑好了 你要射高跟鞋嗎 我沒辦法 我會摔死 我就可以戴著啦 拍照的時候穿 喔好 喔喔就是這樣 喔就是 香樓 會不會開啟我變裝置錄啊 我會長你的東西 不會 對啊我們不能封鎖 我們會合體 因為那個什麼 丹麥少女不是就是 穿了女裝之後 然後她才覺得 她自己有興趣嗎 對啊 欸真的下面好涼喔 不是 第一次穿女裝 欸可是你知道有個傳說喔 是穿女裝會 淘化運會變好 你知道這個傳說嗎 不是男同志還是直男 欸好涼喔 這樣好像很不雅觀 欸你看別人唱會覺得很好笑 不會啊我真的就是 製作一個認真的模式 手按真的要把它變得漂亮 你很像功夫很強欸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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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穿力喔 東西很精緻欸 很細節 對啊很細節 我就是看著她的那個照片 然後我一定要找一模一樣的衣服 就只要把她的臉上看起來很大 再睡得很像蔡麥末 啊 真的啊我看起來好美喔 欸我怎麼覺得好適合穿女裝喔 但是妳看起來很簡慧欸 對啊 妳看起來還會做家事 我幫妳拿盒子 好了嗎 還沒還有盒環 還有 細節也太多了吧 跳啊 這樣有美嗎 就頭髮微亂欸 這時候都算了沒關係 我們今天去本集 速成 對我們就是速成 登登登 那我們就是已經都 穿好了 我們要去樓上頂樓了 沒錯 傳說中的頂樓 來了 欸這頂樓真的是很適合 很漂亮啊 就其實不用拍變裝 我都拍很多都很漂亮 真的 然後那邊看到101 喔 其實可以在那邊看101煙火欸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 然後就是這個溝 卡在這邊 就可以倒數數量自拍 所以妳是沒有帶腳架的 因為頂樓風超爆大力 妳帶腳架會不會吹倒 很棒欸 就是這個角度大概是這樣 然後或是 那邊那個角度 我拍全身啊 分在那個角度 就是我 撞到的是這個 啊 撞到的是這一個 撞到的是這一個 然後就是妳在這邊這樣 那邊 嗯 就會可以拍全身 那我們也要一起拍嗎 我要擺什麼號碼 這張頭髮好棒喔 真的很棒 一直吃頭髮 而且整個風超大 就是頭髮很容易一直 亂飛 那我們就是已經參觀完你的天台了 也變裝完畢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IG還有幫我頻道 按讚訂閱跟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